欢迎来到北斗涌投资学第29集 今天是2019年9月21日 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煤气公司003 在我最新的一篇文章里面 我提及了恒基地产的资料 当中我也有提及过关于煤气 但是我没有着墨太多在煤气公司上 所以今天就希望拍一段影片 专专来说煤气公司的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煤气公司的未来盈利 可能会受到挑战 而且公司已经沿用了很久的十松一鸿股 这个策略或政策 究竟能不能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可以探讨的问题 说起煤气公司 最近煤气公司的股价相对来说 也算是稳定的 也是在15个多左右 但是它的市盈率仍然算是很高 而且它的资产净值也不算是很高 所以这间公司完全是靠盈利去支撑 这间公司去继续发展 它的市值也算是很高 现在高达到2600多亿 它的母公司就是恒基地产 它持有大概41.53% 这间公司的煤气公司 带给恒基事业的盈利贡献 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 究竟这个盈利能不能继续 帮母公司继续发展 继续兴旺下去 其实四叔明明是在做地产 为什么会失机无神去控油这间煤气公司 其实也有一段估计 话说就是东亚银行的李国宝 在1975年 因为煤气公司好像会被敌以收购 所以李国宝就聘了李肇基来帮拖 当初李肇基相信都不知道 今天这个煤气公司是可以这么值钱的 但是当年1975年的时候 四叔就决定买入了20万股 那20万股当年大概是占整个 公司的比例大概是2.5% 一点也不多 后来陆陆续续 在1983年 李肇基就成为大股东 接任了做煤气公司的主席 那煤气公司一直都有发展下去 都发展得不错 其实原来最高峰的时候 当时来说 李肇基持有的煤气公司的股份 大概接近1.85亿元 但是将这批股份 完全注入一间公司 叫做恒基兆业 即是97号 我之前说过很抵骂那间 后来当然这批股份 最后都没有留在97号 这个公司里面 最后就转移到恒基地产 即是12号那里 但是当时这批股票 已经升值到6亿元 最后 谁会猜到到今时今日 这批股票是值过千亿的 对不对?我们也不会知道的 那四叔他就有点笨了 现在回想一下 因为当初他自己用个人的名义 去持有这批股票 那这里一千多亿 肯定是他全部都落袋 但是很差不差 他就把这批股票注入 现在就放在12号 即是恒基地产身上 他只是占一大部分 还有一部分 就会被其他小股东摊分了 不过他其实也没所谓 只要煤气公司继续发展 继续赚钱 继续十送一鸿股 其实他的财富只会不断增加 这件事应该没什么大所谓 其实煤气公司 他一直派息的政策 相对来说都是非常稳定的 由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那几年 由2014年开始 他每一股的普通股 都可以得到的股息 每年都是三毫半指 或者三十五仙 那么多年来都没有改变到 所以你看到最近 2019年上半年 就是派了十二仙 但是这一件事 不是最杀石的 最杀石当然是他每年都会出招 十送一这个红股的杀手锏 最好是什么时候买入这只煤气的股票 当然是等他未派之前就买定了 但是派了之后 通常十送一派了之后 煤气公司的股价都会是 比较沉值了一段时间的 然后就会慢慢升上来 可能那些股东觉得很过瘾 就是每年都会派一些特别的红股给你 只要你不连出去的话 等那些股票的价值慢慢慢慢升上来 其实每年有十几个%的利润 是非常不错的 不断这样升值那些股票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又要害怕的就是 究竟这个十送一这个红股 可不可以延续下去 可不可以延续下去呢? 其实就要看看煤气公司的盈利的表现 和派息的比率 究竟可不可以不断地 是相辅相成地发展下去 如果不行的话 恐怕这个十送一红股这个政策 总有一天是会完结的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就是煤气公司这个十送一红股 不是每年都有的 偶然才会有的 直至到什么时候才稳定一点 会看到每年都有呢? 这个故事我们就要由2010年开始讲起了 因为由这一年开始 打后的日子 每一年都有分拆 即是拆回十送一 所以我们由这里看起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 2010年的业绩的情况 2010年煤气公司大概是找到 56亿元 56亿元 那当时他派的股息 又不是拿很多出来派的 大约少于一半 就是拿25亿多出来派股息 好了 那当时呢 其实呢 那个股票的数量已经是挺庞大的 已经达到接近72亿股 都很厉害的了 那当然我之前说过了 每年的股息呢 都是没有变的嘛 那就是0.35 那当时的派息比率呢 来计呢 不算多 就是还有很多增长空间 因为呢 当时的派息比率呢 大概是45%左右 好了 那来到2018年又怎样呢 2018年呢 现在的股东的日理呢 就升到93亿元 OK 但是呢 总派息的价格呢 或者那个钱呢 就派了54亿 接近54亿 但是呢 最重要是看看这个发行量 这个发行量呢 因为有每年10送1 10送1的话呢 那么多年之后呢 现在煤气公司呢 总共发行了多少股呢 是接近154亿股 是双倍了 有多的 那当然了 股息也是没有变的 继续保持三毫半指 但是呢 我们发觉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派息比率呢 竟然是多了出来 那就是代表些什么呢 其实是代表 10送1呢 这个速度呢 是比公司的盈利的增长速度呢 所以呢 现在的派息比率呢 是升了 不过 还是保持很低 都是 58%也未够 是不是 所以呢 暂时不需要怕着 但是我们如果是投资在这个股票身上的话 我们是看长远的嘛 我们一定要知道 将来 譬如说 打后的10年 会不会继续可以保持到呢 那么起码 如果我们要长线投资的话 10年之后 我们才可以知道结果的嘛 所以呢 这个数字呢 我们是要看重一点的 我们要再去计一计数 等一会 我们会再清楚一点 去表达一下 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煤气公司的股数呢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其实就很简单 不过现在大家就要花点时间去做了 我呢 就为了你们做了这个表出来 因为呢 我就每年进去他的那个 financial report里面 就看到这些数字出来的 那么2010年 我们刚刚说过了 大概是接近72亿股 那么他一直打后 每年都十送一 十送一 所以他的股数就越来越多 那么去到2018年的时候 已经去到154亿股了 接近的了 所以呢 如果未来这个政策没有变的话 我们相信去到2022年的话 那个股数就会去到225亿股以上 那么到时要看看股价 如果股价是可以不断地向上升 譬如说如果股价去到20元一股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那么这间公司呢 就会接超过4000亿的一间企业来的 那么在香港来说呢 应该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巨无霸 那么大家呢 就要拭目以待了 总之你要记住 如果你现在买入2000股 煤气假设这样来说 那么如果你肯持有它 大概是7至8年左右呢 那么你呢 就可以变成4000股了 那么如果那个股价是没有变的话 其实你是肥仔水的 因为你在7至8年左右呢 你的身家就涨了一倍了 那么大家拭目以待 继续看下去 大家不妨来看清楚 这个煤气公司 在2014年至2018年 这几年之间 那个盈利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首先我们看到在2014年呢 股东英战的盈利呢 大概是71亿 那么跟着呢 去到2015年的时候呢 只是轻轻地多了 不是很多 就盈利呢 去到73亿 跟着呢 去到2016年呢 那个增长率就更加低了 可能只有1.2% 都不足够的 那跟着呢 去到2017年呢 就开始多了 去到2018年呢 就更多了 那所以呢 可以看到呢 那个增长率呢 其实它是很波动的 那波动性大的话呢 对派息可不可以继续稳定的话呢 是存在一个疑问的 另外呢 就是十送一这个红股的策略呢 如果那个增长率不够高的话呢 也都会成为 将来会成为一个问题的 那你说不是啊 2017年和2018年 不是很好 增长都超过一成 一个是12% 一个是13% 但是你要记住啊 这个增长呢 未必是来自基本的业务啊 很可能是因为它的物业 因为呢 它都持有那个IFC的地产项目的 所以呢 可能呢 某程度上呢 这个增长呢 应该可能是 一些物业重股价值所得到的 那但是 现在物业的重股价值的话 可以多可以少的嘛 如果将来 香港经济再更加差的话 那如果这一笔数没了的话 似乎来看呢 那其实这个回器的增长呢 那个盈利的增长呢 其实未必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可观的 所以呢 我们也是要小心一点 去慢慢看清楚 往后的日子呢 这一家公司的盈利表现 到底会去到什么水平 2019年呢 就已经过了四分三的了 所以呢 2019年的上半年的热绩呢 应该都已经出来了的了 那么煤气公司的 2019年的盈利呢 上半年呢 是差了很多的 那怎么差呢 如果你看到这一条绿色的bar 你看到呢 它的盈利增长呢 是负增长的 是接近19% 那为什么会这么差呢 那它有很多因素的 转头我们再说 另外呢 每股的盈利呢 相对来说 亦都是同时间 都是跌了接近19% 那好吧 那那公司呢 为什么今年会这么差呢 那它是赖到几样东西那里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经济差了 那所以呢 就是令到的需求呢 就少了 第二呢 它是餐饮业的那个 经济呢 亦都是差了的 那所以呢 亦都令到煤气容少了 另外就是 天气热了 那我们洗澡的时候 就可能未必需要用那么多煤气了 那所以呢 这种种因素呢 它就说 令到呢 这个盈利增长呢 是低了的 不过它同时也说了 就是说 在8月1号的时候呢 它们就已经是加了价了 所以呢 希望呢 下半年呢 它的业绩会好看一点 如果不是的话呢 今年恐怕呢 呢 盈利增长呢 就应该会没有了 那如果没有了的话 如果今年再继续说 十送一的话呢 那情况上呢 就是没有那么乐观了 那当然了 我也都相信呢 那四叔呢 它会继续保持 派回原本的股息的 就是一定不会少的了 我都猜到是不会少的了 问题就是 派息比率就会因为这样 而慢慢再上升 那这一样东西呢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觉得 不是那么好的地方了 既然2019年的上半年呢 煤气公司的盈利 倒退得比想象中 惨重的话呢 那我们整个2019年呢 都不可以预计 会有太好的表现 那我就有个假设 就是说 不如这样 我们就当以后呢 煤气公司是一只低增长的股票 它每年的盈利增长呢 大概会是3%左右而已 那这个是我们假设的 那如果是的话 那将来会变成怎样呢 那我就做了一盘数出来 就预测一下 看看会是怎样的样子 那譬如好像这里 我们看到了 2019年呢 我们觉得 全年的预测盈利 大概是95亿 96亿左右 那去到2020年呢 就应该会接近99亿 那去到2021年呢 就会去到101亿 或者102亿 那这个就是我们全年的预测 我们是觉得是低增长的 那其实呢 煤气公司虽然在香港可能叫做垄断 但是 它又不是垄断得完的 因为呢 它有竞争者的 这个竞争者就是中电 OK 那所以呢 中电 和港灯呢 一样可以威胁到它的 所以它将来的增长率会是多少呢 我们抱着怀疑态的话 都是不要预测太好了 那所以呢 2019年的话 如果那个股数 发行股数因为10送1的话呢 就会是多了 那如果股息不变的情况之下呢 每年那年的派息呢 就应该会派大概是59亿的 那相对来说呢 那派息比率呢 已经去到六成了 就是已经 刚才我们所说的 就未超过六成了 那2019年呢 应该会超过六成的了 那所以呢 去到2020年的话呢 如果再多些股数的话呢 那派息的总股息呢 就会去到六十五亿元的了 那但是你看到它那个 盈利的预测都是98.8亿而已 那所以呢 那派息比率呢 会进一步增加到 去接近66% 那最后一年了 三年计划啦 那最后一年呢 就是2021年了 那这次的发行股数呢 如无以外呢 一定是超过200亿股的了 那相当厉害的了 那当时候呢 那个总派股息会是多少钱呢 大概会是接近72亿 71亿多了 那但是当年我们 预测它全年那个盈利呢 大概是101亿左右而已 所以呢 那派息比率呢 已经是超过七成的了 所以如果照这样的推理下去的话呢 其实它不熬得很多年的 那这个是我们 还是当它已经是有 轻量的增长了 但是如果有负增长的出现的话呢 那这个派息比率的速度呢 就会更加加快了 所以呢 这个十送一 这个招数呢 可不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 继续再延续下去呢 真的要有待证明了 每一个武林高手呢 都有一套自己的独特的武功的 那这次呢 那这次呢 我说搞一下东西了 那就令到大家开心一下了 那四叔呢 他也是独门武器的 那这本秘笔呢 其实就用了十多年了 那还可不可以呢 在煤气身上呢 就存在一个疑问的 但是如果这一本秘笔 或者这个秘笔呢 继续用在这个 恒基地产的身上的话呢 我又觉得呢 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哦 问题就是 你要知道 每一套武功 总有一种被人破解的时日的 那这一招都用了十多年了 可不可以继续用下去呢 会不会被人破解到呢 那就要看下四叔的能力去到哪里 所以呢 煤气公司呢 我看来呢 就未必可以继续用下去 所以这一招呢 都是用回在 恒基地产身上呢 相信会再实际一点 反正现在恒基地产的 股价呢 也都算是颇低的 还有 他这一招十送一呢 都是刚刚用在他身上 没多久而已 所以呢 还应该有时间玩的 所以大家应该去想一想 可不可以呢 就转过去那边呢 三号仔 就不要再放太大的希望下去了 但是呢 就转移过去呢 看着这十二号仔 那可能会好些哦 一个再有钱的人呢 年纪上呢 都是一个大问题的 那对上一次 四叔决定就要退下来啦 那将一些生意呢 就交给两个儿子去打理啦 那在那个会场上面呢 在电视机 透过电视机看到呢 四叔呢 就肥了啊 但是呢 反应就迟钝了啊 那当然啦 他都成九十一岁啦 和李嘉诚应该是童年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他那个年纪去到这个时刻呢 都是值得很多人去关注的 那当时呢 因为他没有什么 怎样去说话 还有他说话方面呢 我觉得他一直都不清楚 但是那一次呢 说话呢 就更加不清楚 那他那两个儿子 就帮他兜了 就是说 爸爸呢 就近排呢 就身体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 就是 反应比较差一点点 所以呢 就很快呢 出来两下相呢 跟着就很快就走了 那所以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 每一个公司的掌托人呢 总有退下来的一天的 那最重要就是 他退下来之前呢 他没有将公司那个 发展的方针 那个策略呢 延续下去 另外就是说 看看这两个儿子呢 究竟能不能够 帮到他发扬光大 啊 其实呢 首业是很难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两个儿子 可以继续帮他 守住这一套家业的话 令到这套家业 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那所以做他们的股东呢 都不会太差的 那煤气公司呢 的确呢 是为他呢 带来很多的财富 那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就是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呢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的 就正如他当初去买煤气的时候呢 他也都不知道呢 煤气今时今日呢 是可以那么值钱的 当然他有他的独特的眼光啦 但是有时呢 我们这些小股民呢 我们都是要给一点点耐性的 你看到很多有钱佬呢 他们能够发达呢 他们都是用长时间去证明 他们看的东西和他们的眼光呢 是独到的 是对的 那我们做不到呢 我们其实都应该可以做到的 所以未必可以好像他们发这么大的财 但是呢 起码呢 如果我们能够长线投资的话呢 应该可以令到我们生活都会无忧的 大家不妨想真些 我说的这番话啦 那煤气公司在香港的增长率呢 大家就不要期望太高啦 因为只要有新的楼宇建成了之后呢 那才会有新的用户的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房屋的增长率呢 其实呢 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的 如果我们假设每年有三万伙 四万伙的话呢 那其实呢 用户的增长呢 是不会说突然间会增长得很多的 所以呢 阿四叔呢 他可能呢 就将那个指望呢 就放在他家子公司身上 那这家子公司呢 就叫做港华燃气啦 而这家港华燃气呢 最主要呢 就是做大陆的 煤气供应的生意的 那现在来看呢 这家公司的市值呢 就不算多的 就是大概是176亿元的 那跟煤气比较差很远啦 那另外呢 就是他的股价呢 都是六个多而已 那相对都是稳定的 那而这家公司呢 其实他是赚到钱的 做得挺好的 不过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是更加担心的 就是四叔这个算盘 打不打得响呢 那香港这么小的市场 都可以令到他 赚那么多钱 一家煤气 如果他放眼中国 14亿人口 而如果他可以继续这样做 做一盘生意 做到全中国去的话 那这间叫做 港华燃气门 会不会好不得了 听起来就好像很过瘾 好像真的很有想法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是这样呢 如果中国的商家 或者中国政府 知道这个市场 是一个会生金蛋的我 他又会不会被四叔去吃呢 那这件事情呢 四叔真的要想清楚了 我经常都觉得 这个世界上 就没那么好处的 你现在 整间公司市值百多亿 那当然中国政府 就不会理你了 但是当你的市值 去到一个庞大的数字 引起别人注意的时候 他又发觉原来 你这间公司 是可以赚那么多钱的时候 你以为还会不会益利呢 还有 煤气供应煤气这一样东西 其实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很多中国公司都可以做到 未必可以做到煤气 那么有质量 那么有质素 但是如果说输气这一样东西的话 就是 不是说 没有人做得到的 也不是什么独特的技术 所以这间公司 将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呢 在中国会不会能够一帆封讯呢 其实是很难说的 但是如果他是守着这个基业的 那慢慢慢慢发展 都是可以的 希望中国政府 不要钉住他 如果钉住他的话 那他就有很长时间了 自从我的论者人数 或者订阅者人数 超过200之后 那他人数是持续上升的 非常之好 现在已经有215米了 多谢了 但是观看时间呢 就被这个YouTube搞到死下死下的 现在只是轻微有增长 那其实呢 我对上一条片 我出了之后呢 我就这样看那条片的数据呢 已经有好几十个小时 是有人看过的 但是在这里呢 只是轻微增加了几个小时而已 那我也很无可奈何了 现在呢 我们的观看时间呢 只是只有465个小时而已 那希望呢 Youtube那边呢 真是高抬贵手 不要再搞我这个户口了 要不然的话呢 我真的有长时间 都去不了4000小时这个目标的 所以呢 都是要多得各位的继续支持啦 希望你们继续订阅啦 继续给like啦 那我们这一个场地呢 就可以继续营运下去了 多谢各位